全新一期的佛佑 你好 我是主持人碧枝 大家好 我是如行 今天我们要聊的 这一尊佛呢 就是我们的 南摩消灾严寿 亚武师佛 对 亚武师佛 大家都应该听过 他的名号是不是呢 是 非常熟悉 非常靠近 是 只要我们要求身体健康 或者是我们生病不舒服 要赶快复原 我们就会求 消灾严寿 药师佛 这个是我们大家的 一个一般的看法 但是其实药师佛 他能够庇佑的 不只是这些 这个我觉得今天要真的 听如行法师 好好地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真的 对于药师佛的认知 真的就是求长寿 求无病痛 跟求健康 是是是 不只不只 他让我有一些地方 非常非常地感动 是哦 当然我们从名号先来认识 因为要认识药师佛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人也会混淆 那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又听到有人说 药师流离光如来 跟南无消灾严寿药师佛 请问他是不是同一尊佛 他指的其实是同一尊佛 是同一尊佛来的 但是呢我们一般呢 感念佛德啦 就是说南无消灾严寿药师佛 我觉得是一种期许 或者是说感念佛德 能够让我们带给我们消灾严寿 对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去常念他的佛号 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名称 这尊佛的名称叫做 药师流离光如来 所以药师当然我们就知道 有那个药王的药 就是吃药的药嘛 那想到吃药 就会想到 哎 生病就要吃药 吃了药才会好 对吗 所以就会想到说 哦 我这个生病的话 来找药师佛应该很有用 对 因为古代啊 称药师 就是其实就是医生 不像我们现代人 想到药师 就是配药的pharmacist 对 药剂师 药剂师 但是其实呢 古代药师就是医生 它跟医生的含义呢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 药师流离光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名号呢 来尊称我们这一尊 东方的药师佛 就是说他呢 能够治疗所有众生的疾病 所以有一切的这个贪嗔痴 慢疑 这一些烦恼 他都能够治 是 可是法师 我觉得你现在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一般说 病痛是在身体上的病痛 所以我们就求药师佛 但是其实现代人 有很多的是情绪病 忧郁症 那其实也是可以跟 药师佛扯上关系的嘛 对对对 所以这些情绪啊 各方面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我要寻找一个法门 就是说看看我的烦恼可不可以减轻 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烦恼要靠自己去疏导 自己去解除 自己有实际去改变自己的观念想法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那我们祈求药师佛的一个护佑呢 其实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早日开发我们的智慧 去看到原来我这些所起的烦恼 我过去的一些想法导致的这些烦恼 也源自于我自己本身 原来不晓得如何去看待一些事情让它更圆满 就是一转念 转念 就是一世界 对 但是常常我们就会说 看心理医生 看精神治疗师 看心理辅导师 但原来我们的药师佛 其实也是一个心理辅导师 可以这么说 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晓得转念 晓得回头晓得转身 很多的烦恼 其实可以迎刃而解的 明白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称念 佛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我们所祈求的加持 其实都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 是不是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智慧 能够开发出来 那其实自己呢 有了智慧了以后呢 你就不会起烦恼 所以今天我们就重新认识 南摩肖灾眼寿药师佛 当然也适逢农历9月29 就是我们的药师佛誕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让如今法师给我们简单的讲解 因为知道经典 我们要去送吃的时候很容易 但是要真正了解一部经典 我们需要靠努力 还有导师的那个 就好像法师们的这个提醒 我们才会知道到底经典讲什么 我们大概给大家爬梳一些里面的内容 给大家更容易理解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是呢 自己也不妨去搜索一下Google 那你就会更了解里面的内容 是 当然我们就要听就要听正宗的嘛 因为很多时候Google 它多少会加了一些所谓的神话的色彩 或者是 也不知道是这个编辑的来源 对 有没有正确等等 那我们刚才讲完了药师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讲琉璃光 琉璃光 其实琉璃 我们都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琉璃是一种矿物 一种宝物 你可以从地底去开采 然后呢 让它可以塑造成 你要的一些庄严的物品 比如说 手镯啦 项链啦 甚至我们也可以把它雕琢 一尊佛像 那这个琉璃的材质呢 它是非常的坚固 而且很清澈 很明镜 它的这个整个就是非常的 很通透的一种材质 琉璃 所以我们呢 就用这个 Vydruya 这个琉璃的材质呢 来辟育 佛的光辉 佛的这一种智慧的通透 佛的这一种智慧的清明 所以用这个琉璃光 当然呢 对于 要是琉璃光如来 我自己的拆解呢 就是 要是琉璃光如来 今天我才知晓 原来是 要是琉璃光如来 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名号的 不认识的时候 然后就会用自己懂的那个方向去 对 所以琉璃光 原来它不仅仅只是宝物而已 所以如法师所说的 散发 从这个琉璃的散发出来的光 这么的明亮 了解 所以还有 如果是我们今天就大概了解了 原来要是琉璃光如来 跟南摩修在原受要是佛 都是同一尊佛 是的 对 可以说呢 我们都具足要是佛的那一种清净 但是呢 我们常常活在我们的烦恼的云雾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返回这一种清净的 是 只是我们常常没有一些方式 对 就是找不到方法 那今天我们就是从药师经里面 找出一些可以让我们远离病痛的方法吗 是这个讲法吗 法师 我刚才有说 它其实不是只有让我们远离病痛 它有很多很深刻的慈悲 所以我想说 藉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呢 和大家来谈一谈 那要是佛对于众生的护佑 它的一个利益是在哪里 但是其实这些利益 基本上我们如果说 你有细读 或者是好好去研究药师经的话 基本上也是可以大概看得到的 对吗 看得到的 其实真的是看得到的 当然我们觉得说 还是请法师讲解比较清楚 自己看的话应该就比较难 所以首先 法师如你所说 刚才一直在强调的 药师佛跟药师经里面所提到的 我们讲的利益 不仅仅限于说 我们有病痛 才要找药师佛 我先从这个 我们修持这个法门 它的这个 第一个 你从这个经典上的诵读呢 可以看到 药师佛它本身的这个国土 是多么的清净庄严 整个地方呢 都是琉璃七宝所成 为什么说琉璃光 因为它是以琉璃为地 像这个欧密陀金 它说黄金铺地 对哦 这个药师佛的净土呢 它就是以琉璃为地 了解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国土特色 大部分就是以琉璃为主 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说是琉璃光 就是说这个宝物它本身那个特质 这么通透这么的清净 没有杂质 没有染污的 所以有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去看这个佛的 它所要彰性 它本身在内在的那种清净庄严 法师我突然间联想到一个题外话了 因为你 我们现在这样子细读 或者是法师细细分析佛号 从佛号跟它的净土 然后它的那个光 就是那个宝物老门长的 它所呈现的都是很一致性的 对 那其实佛菩萨们也很会做marketing branding 就是一气候成都是很一系列耶 所以你可以看哦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法会的布置 只要是要是佛一出场的话 它的法会的话就是完全流离 完全都是流离的物品 了解了 连佛像也都是流离的 因为它的国土就是用流离所成的 明白 所以你看哦 哇真的 越了解多一点的就是发现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上的这些细节 真的就是要跟佛菩萨去学习 是非常的细腻的 从铺地的这些 或者是周围的宝物 我们不要以凡人的这种 看宝物的世俗心态去看 而去看它的整体性 对整体性 它要告诉我们就是佛的智慧是无神的清净 那你能够投身到这个净土 它就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居住很近 绝佳的居住 真的耶 大美 就是到处都是这一个流离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繁复的世界 动不动就水灾天灾风灾 你就真的很想要逃离 很想要出离 发出一心的去往生 到这些净土世界里面去 他说来来来我的国土 我是黄金铺地的 来来来我的国土 我的国土是流离铺地的 哦 原来这个也是佛菩萨的marketing marketing的planning 太好笑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很实在 这样子讲比喻的话 我们凡人嘛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理解佛经里面 带出的这些讯息啊 对吧 因为我们不然我们读经典的时候 因为读是文言文啊 真的很难读明白耶法师 我们凡人没有这个智慧去理解 对吧 所以我们常常要仰赖一些 可能高僧大德 他对于这部经典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阐释 是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说 那我们才会明白 好 这样我们总算理解了 原来药师佛的净土 就是流离为地 流离为主的 OK OK 当然也提醒我们世人 就是做一个人的话 我们的思想啊 行为啊 其实就是所有东西都要通透 就是比较透彻 对吧 看事情不要只是看表面 要看更加的深入一层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境界 哇 太有智慧了 不止他的国土是很庄严的 然后我们提到他的其中的一个特色 那闻这个名号 他就是能够让我们闻名灭罪 而能够得到往生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特定的对象 这个在经典里面特别有提到 有一些众生 因为他长久以来都没有可能跟佛有结缘 所以他是于吃无至的 也缺于性根的 那很喜欢多具财宝 勤家守护 就是说他在描述一种签令的状态 他没有这种佛法的熏悉 所以他有赚到一些钱呢 他就一直不断的守护 有这个骑者 就是说乞丐啦 就是一些比较贫穷的人 来跟他可能就是说 其就一些帮助呢 他都不喜欢 其心不喜啊 非常不喜欢 那如果呢 不得已呢 要捐一些钱 有时候别人劝他 你这么有钱啊 你怎么不帮助他一下呢 那不得已的时候啊 要不施的时候 他就好像割掉身体的肉一样 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不舍得 明白 所以呢 像这样子的一些众生 你看他对于自己都不舍得了 他对于别人 他又怎么能够会舍得呢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有情众生 他无可就是说避免的 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预料到 他的命中呢 是升到恶鬼道 或者是到动物 这个地方 因为签令 贪欲 的这样子的一种习性 那如果呢 像这样子的一个临终啊 要投身到恶趣的人 那我们能够让他 意念这个佛的名号 那他会因为这个佛的加持 能够处理这个苦难 那这个处理苦难 不是只有让他短暂可以从这个恶道处理 然后他不只是这样而已 他会让你有这个宿命念 所谓的宿命念就是你能够了解 因为过去是我的签令的习气 我带给自己很多的这种恶趣 恶道的苦难 所以呢 他能够吸取这个教训 那慢慢呢 会改掉自己的习气 很乐善好施 能够去赞叹别人布施的功德 那一切所有呢 他都没有这个令习的 他就完全改变他的这种生命的状态了 从一个非常签令的人 变成大布施大舍得的一个人 乃至什么呢 能够布施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想要我的眼睛 我都可以布施给你 你要我的手 我都可以布施给你 那其实这个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做到 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一些人 因为他很深刻的在佛法的一个学习 他得到了这个领悟呢 他已经有一点像一个菩萨的境界一样 所以这个今生就会变得非常的慷慨 所以这就是他文明能够灭罪 不只灭罪还能够改善自己的习气 所以这个是听了这个要是佛 这个里面的一个内文的一个记载 让我觉得呢是非常的欢喜 当然这个提醒也不是说 让你就是不断的去造业 然后你再念念诵明号 然后你觉得就可以灭你的罪 不是这个方向啊 不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说如果他遇到这样子的一些 这一类的众生 那当然我们现在能够行布施 能够分分的这些功德都是自己获得 就更加要去行布施 是所以当然我们讲的药师佛 今天法师这样子聊了一下 原来他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那个 我们讲的肖灾眼神 他还可以改善我们的习气 然后进而影响我们 如果大家相信我们的有来生的话 他就可以改善我们的 应该说来世的整个的因缘 对对对对 在这边我想要再另外和大家分享 得生净土意 很多人就会想到说 这个念药师佛 是不是去得生 这个药师佛的一个净土 那其实这一边就是说 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发愿 我到底要不要去极乐世界 或者是去哪里 就是说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的话 你念药师佛的名号 能够受持这个八观在戒 念这个药师佛的这个名号 那你药师佛在你灵命中的时候 他会请八大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无敬仪菩萨 宝谈化菩萨等等的这些菩萨 会好像保镖一样 护送你到极乐世界去 让你在那边 能够自然的莲花化身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福德因缘 因为他这边是有想说 这个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受佛所 听闻正法 而未定者 这个而未定者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这个愿心 可是可能你的上根福德因缘 还没有居住 对对对 那你的上根福德因缘没有居住 没有办法得生极乐世界的话 他这个若文 《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 灵魂中时有八大菩萨 就会护送你去那边 原来 另外一个呢 我也很想要跟大家就是说 来分享 我们常常在佛菩萨的愿力里面 有谈到的所谓转女成男 那其实在《药师经》里面 他也有记载这样子的一个利益 就是得生丈夫义 每次面对到这个利益的时候 转女成男的时候 不免的 有很多人都会起一个这样的疑问 难道佛陀 他是一个男权至上的人吗 对 难道女众真的是不好吗 比较卑微吗 比较卑微吗 一定要变成男生才是好的吗 对 这个是不免都会提出的一个疑惑 那可是我觉得呢 在经典上面的一个诠释 我自己本身啊 我是这么看待这样子的一句话 就是所谓的转女成男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如果能够持送药师佛 修持这个法门的话呢 我们其实在内心里面 因为有了一个修行的轨道 我们有了一个很沉静的内心 那你这样子长期的熏息下来 你的内在的一定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值的变化 嗯 从过去很懦弱 胆小 很卑微 那可能或者是说一些比较负面的一种情绪 常常会起来的时候 嗯 你因为持送或者是修持了这个法门 那你慢慢内在呢 会得到一种沉静 让你的这个内在的智慧呢 能够显发出来 所以呢 无形中呢 你会 嗯 观照到 自己原来有很多的不足 自己原来呢 过去对 这样子对待别人 乃至说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是做简自负的 你就会慢慢从里面呢 跳脱出来 慢慢解套 那这样子的一种改变 一种解套 或者是乃至内心里面 因为信仰得到的一种 笃定的转变 笃定的心态 比较比较稳 那其实我觉得那种就是一种转离成的 就是一种从不好的 变成好的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听字面上的那一个意思 就是生理上面的改变 对对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内心变得强大 当然法师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那也就是说 文要师佛名号 或者是他持要师佛名号 基本上他也可以让自己的那个精神有了一个依靠也好 他的信念也变得更加的坚定跟坚强 因为他知道说 我的这个信仰给了我这一份的力量 力量 所以他原来也有这些 就是很我们生活化的那个解说在里面 是的 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子去看待 这样子的经文的解释 原来 是的 所以我们从经典里面我们也是可以去学习说 不要只是看到经典的文字 就是停留在我们的认知上 要想佛徒的那个智慧是远远超越我们凡人 他所悟到的道 所以他说的经典里面 不可能只是停留在表面 是吗 好 所以呢透过经典我们也是可以了解很多 当然要师佛的那个我们讲的利益众生的功德 应该不止这么少而已 不止那么少 真的很多很多 是 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再了解更多 或者是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也是可以透过就是经典里面去发现更多 发觉更多 但是我觉得不管哪一尊佛都好 其实只要我们的信仰有了一个依靠的力量 不管是不是今天是我们讲的要师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 或者是其他的佛菩萨 只要你相信这个佛菩萨可以给到自己一个 有一个精神的力量的时候 那其实他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 可以这么解读吗 法师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内心没有力量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或者是说有时候心有余额力不足 那透过自己能够短暂沉浸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时候 让你自己能够不断的去反观 或者是自己去自行的时候 你这一种过滤这种反省或者自行 透过修持 透过持送名号 可以让你在内在的这种很纠结的状态里面 得到一些清理 得到一些去整理自己的一个片刻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整理 自我修复自我反观 往往你自己会产生一个智慧出来 你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困难 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有碰过一位信徒 他本身是在处理自己的一个生意上面 他不是太有这一个方式 所以有一次他说 这样工人很难请 我做这种cafe生意的 一直碰壁碰壁 后来他就是去送机 去静坐 然后他就说 我怎么不晓得圆容 一份工作 我可以拆开很多不同的 比方说他要找员工 一个人他可能找不到 可以完全做满五天六天的 那他可以去找兼职 他做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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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人哪一天 你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所以他说 对我现在也是可以这么去处理 结果他就是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很绑住自己的时间 所以他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兼职 结果让他如愿找到不同的人来做这样子 也解决了他的难题 所以有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吃送这些名号 它有一种加持的力量 所以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加持当中 和内心的这一种智慧可以得到呼应 那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碰到问题 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反而是很有这个方式去解决它 我们其实 Apple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主管 Steve Jobs 他就常常会透过打坐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去开解 或是说把一些难题找到解决的方案 这就是透过自己回归 这个观照自己内在的自信 内在的智慧的时候 他得到的一些启发 其实我们在颂持佛菩萨的那个名号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在修炼自己的专注力 当我们的专注力找到的时候 那其实解决方法 就会在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 慢慢显现出来 这就是佛菩萨给我 教会我们世人的一种 我觉得就是静心的那个智慧 对 静心 静心你常常会得到很多 自己看到的一种内在的转变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同时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Spotify Apple Podcast 线上收听我们的佛佑 同时也是可以广传出去 让更多朋友来认识药师佛 对 当然同时你有兴趣 赞助我们的佛佑 Podcast的话呢 也欢迎联系佛光山的任何一所到场 今天学来的这首歌 也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 我们让如行法师来介绍 这一首歌呢 是我们的黎生明老师 他所创作的《药师如来》 对 因为当时他就是觉得 药师佛对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就这样子机缘巧合之下 他也创作了这首歌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药师佛的时候 诶 我们就有了一首歌可以送上 对 就来听这首《药师如来》 我是主持人碧枝 我是如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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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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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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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撒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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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木地甲地沙沙 他的哑哑 白撒街 白撒街 麻花白撒街 撒街 撒木地甲地沙沙 后生透彻 清清楚柔光 蓝色琉璃的钥匙如来 健康长寿 获得快乐 笑在眼熟 那时的不停 曲切终生 入我无意 深入流零 内外清清 只会方便收拥 无尽 皆已大乘 安住不停 不便无量的 依静 境界的一切 身无疾 因身心 安住无上不停 转与真难 无上不停 诗与真剑 正灯不停 诗与真剑 正灯不停 解个解脱 一切苦恼 妙色香味 宝足其身 众生所需 竭令满足 谷地亚太奔 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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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 拜祭 萨迦 萨迦 日子尔陈 萨迦 萨迦 秀 萨迦 萨迦 今 直接 字幕集 文满赏 食伊 坦霜 分手 谷地亚太奔 拜祭 拜祭 尔迦 萨迦 阿祭 萨迦 不须比较 自知尽了力就好